這個有人說刺青喔 我為什麼要刺怪異情博士 或是小叮噹喔 我不刺青是怎樣 要刺我都怕啊 就要刺什麼 斑鵡對不對 你要刺日本刺青 你就要刺跟日本ヤクサ 那樣的對不對 可是我都是在想 我刺青喔 我要刺一個我真正喜歡的啊 我要刺給我自己看的 我不是要刺給別人看 我的目的是怎樣 我不是要刺給人家怕的啊 對不對 我不是要刺這樣人家怕的 我要刺我喜歡的 我就很喜歡小叮噹漫畫啊 我會把他刺上去啊 我又不是刺一個很大小的 要在這邊 刺一個小小的而已啊 會不會怎樣 然後還有一個 因為我那時候看很多怎樣 美式的那種刺青雜誌 你知道嗎 我就比較接受他們那種觀念 他們就是不一定要刺很像那種什麼斑鵡啊 一片一片這樣子 他們會刺什麼刺什麼 什麼刺吸血鬼啊 人像啊 什麼都有 那我就說欸 我就刺一個 我心裡面最 因為我那時候 我很喜歡畫漫畫 你知道嗎 我刺一個我心裡面 最喜歡最喜歡的漫畫 漫畫人物漫畫英雄嘛 怪益勤博士在這邊 可刺得不太好 我那時候李仲鎔幫我刺的 我那以前的女朋友 都不太畫了 你知道嗎 然後 那個紋身機很重 然後一次 一切一切的啦 一條線直線 他刺得一切一切的 這點是怎樣啊 這點一個重點就是 人家說欸 你刺青 就可以看出你到底真正喜歡是什麼 比方說啊 從這個日本人的角度來看 你真正就喜歡我們的 這個怪益勤博士喔 他的這個 怪益勤博士作者很有名啊 手總之總 那日本人就看 你這個人是真的喜歡 我們日本的某些 有碰到啦 碰到我們的 跟我們有交集啦 我還有什麼小叮當 對不對 你把這種東西吃到身上 不像我們刺青 某些人刺青 只是會 要什麼 剛才可以怕而已 所以我想啊 這點也是比較特殊的地方啊 有沒有 就是啊 我們做很多事情啊 我們的動機啊 你要越單純越好 越單純越好 你不要想說 欸我做這樣是什麼 是什麼樣的一個其他目的 不要 刺青啊 對不對 把你爺爺啊 一樣呻好了 翼早啊 吃在這邊吃一大堆的 叮喲 thing I'm back